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向往其功力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厚 那么来看一下这盘棋的实战 红方呢 采用了先人指路 黑方呢 应以足底炮 红方反架中炮 黑方不向 红方不适 黑方跳马 正常呢 开动大子 红方进兵 意在呢 制马 黑方出局 红方跳马 黑方进炮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 红方该怎么走 那么有炮八瓶六 马八进九 那么军一瓶二 那么等多种硬法 红方呢 在这采用了一个炮八瓶六 那么黑方不适 红方跳马 黑方呢 炮击骑兵 那率先呢 挑起战火 那么黑方这个炮呢 如果说是发出 那么可以说是保贬不一 有的说呢 炮打兵 占了一个兵的优势 那么黑方呢 比较占优 那有的说呢 那么这炮打出来以后呢 容易受到红方的攻击 可以说是保贬不一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呢 红方起横距 不怕黑方平炮 黑方平炮的话 那现在呢 红方就飞向 红方的话呢 红方应该是 居酒平霸 正常呢 开动大子 而红方走了一个居酒进一 可以说是一个呢 巧步一个一阵 那么引诱呢 黑方来上当 或者说呢 来试探一下 黑方呢 是不是准备的非常充分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呢 黑方一跳马 红方呢 一出狙 那故意呢 不出这个左狙 实际上呢 就这个形势而言呢 红方呢 还是烧亏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呢 黑方一亮狙 红方一进狙 防止呢 黑方将来呢 平炮来奔杀 黑方一掌狙 进狙呢 何口要味 红方一飞向 那么黑方这个炮的就受到了攻击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 黑方应该怎么走呢 黑方应该是炮三进一 来打狙 那么打狙以后呢 让红方这个兵挺起来以后呢 再退 这样的话 黑方呢 仍然是呢 不落下风 但是黑方走了一个进狙 压住红方的向腰 受到了牵制 这个狙不敢动 动的话我就飞炮 这样的话 那么红方呢 出骑兵 获得了效果 然后呢 跳马 大家看 现在黑方这个炮呢 不能动 动炮的话 我就吃狙 那现在黑方怎么走呢 破三平七打兵 打着底下 那么然后呢 红方呢 不敢吃狙 而且呢 这个炮呢 又保住了自己的马 可谓是一招两用 但是呢 可惜呢 黑方在这儿呢 没有走破三平七 而是走了一个呢 足三进一 浪费了这个时机 被红方呢 抓住机会 一个马六进四 吃了黑方这个马 黑方这个马呢 还有逃 黑方呢 已经是落入了下风 黑方这个马 还有逃 红方到招以后 该怎么走 红方走了一个 聚酒平七 瞄住 黑方这个炮 这步骑呢 可以说是 不如呢 直接走 那么马四进六 现在浮入一个 沃槽的杀骑 那么黑方呢 可以说是 算很难抵抗 假如说黑方平鞠 来拦马的话 黑方这个炮呢 又有丢失 另外呢 黑方这个鞭马呢 有丢失之嫌 直接挑马呢 可以说是优势的更大 但是红方走了一个 聚酒平七 那么 黑方一进炮 准备的双炮 来封锁 黑方 红方这个鞠 红方呢 就一推炮 黑方一进炮 红方一捕尸 这样的话 黑方这个炮呢 还要逃 黑方是炮三平二 红方呢 现在在跳马 这样的话 红方这个马呢 就有了根 黑方这个鞠呢 不敢了 来牵制 牵制的话 现在炮就打掉 那么 那现在 那么黑方该怎么走 黑方呢 只好退局来守住 守住的话 那么红方一退局 现在呢 有一个强行砍炮 那么黑方这个炮呢 还要逃 因为强行砍炮的话 黑方不敢吃 吃的话 一个卧槽 就是绝杀 黑方只要逃炮 逃炮的话 那么一平局 牵制 黑方的巨炮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 这红方呢 还有一部妙企 就是呢 进兵 进兵的话 来试探一下 黑方敢不敢吃 如果黑方吃兵 我现在就吃炮 黑方这个马呢 还有丢失之嫌 这样的话 红方呢 可以说明显占优 当然了 红方平局来牵制 黑方的巨炮 那么仍然是呢 红方主动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 那么 黑方呢 只好呢 退炮 形成一个弹子炮 红方一进兵 下一步呢 仍然准备 那么 强行砍炮 那现在黑方怎么走 黑方呢 只好补视 但是黑方补视以后呢 又暴露出来一个弱点 就是中族呢 已经失守 那么红方呢 趁势 打掉黑方中族 开始呢 发动攻势 那么黑方只好补视 然后呢 红方一进居 现在俯有一个 台炮的旗 那么这个炮呢 还要逃 然后呢 红方一退炮 黑方只能是将我平私 将我平私的话 也难免危局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呢 黑方走了一个退居 那么加速了一个质败 那么红方在这儿 让一个强行砍炮 黑方呢 就投资任赴 因为现在如果吃鱼的话 现在有一个马跳挂脚 出向的话 是马虎炮 如果说是将我平私 现在呢 红方一瓶炮 因为红方有两个炮 形成一个绝杀之旗 到这儿以后呢 黑方就不再蓄意 于是呢 投资任赴 那么今天这盘棋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少年江太宫呢 仍然是堡刀为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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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